你會發現錄製完的結果在這裡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東西是VideoBase 以後會在這上面寫程式 不過在還沒寫程式之前 請各位注意一下編輯有沒有 它就會跳到哪裡 跳到這個VideoBase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用按編輯 你按這邊一樣有沒有 結果會一樣 那有什麼地方有差別 請各位注意一下 它的結構一定是這樣子 它的這邊你會發現 一個檔案 它就會把它當視為一個叫VBA的專案 Project有沒有 然後它的檔名 就是它原來的檔名 有沒有01這個 就這一個 那錄完的程式放哪裡 特別注意它一定是放在模組裡面 那模組裡面的話 會有兩個Sub 一個 兩個 所以如果你假設哪一天不小心 把它關掉的話 關掉不是說整個關 是裡面這個關掉的話 這邊假如灰色 如果你要再開啟剛剛那兩個Sub的話 它一定放哪裡 模組 OK 那也就以後如果你要寫VBA的話 還是一樣 你可以把它寫在這個下面 或者你可以按右鍵 再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你可以再把它寫在另外一個模組 也就以後的話 錄製劇集也好 或寫VBA也好 都寫在模組裡面 OK 這個觀念記一下就好了 反正以後 大概第一個部分是這樣 那第二個的話 這個模組可以刪掉 這個沒有的話 按右鍵你可以移除它 不要會出 這樣就不見了 OK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是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知道幾件事 第一個 這個字太小了 所以請你把字放大一點吧 那你 那字怎麼放大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 把字至少放大12、14左右都差不多 按確定 這樣的話 我們的字就會放大 OK 這個地方 因為蠻多同學 找不到怎麼放大這個字 OK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那請你怎麼樣 把這個程式做一些註解 因為你目前 你不知道哪個動作做哪一個 但你回想起來 其實 這兩段程式都做了三個動作 有沒有 所以請你找一下 這三個動作的程式分別在哪裡 並且在那個動作的前面 寫一個註解 那什麼叫註解 跟各位講 單引號開頭的就是註解 所以上面這些 總共有四個單引號 請你把它移除 它錄製去也都會多增加 這四個東西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按TAP鍵 先在前面加一個單引號 第一個動作什麼 第一個動作 我們第一個是把游標 放在1.4儲存格 我就不打了 這個至於那個註解怎麼打 你們自己 按照你熟悉的方式打都沒關係 甚至你在上面寫一篇文章也沒關係 敘述清楚也沒關係 反正因為這寫給你自己看 什麼時候看 你現在是打開之後 如果你看不懂 你看總註解就好了 所以在VBA裡面 假如要寫一個動作 就是游標放在1.2的話 就寫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你至少學會一個物件 叫Range Range其實 除了可以代表一個範圍之外 也可以代表一個儲存格 那點Slate的話是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游標放上去 所以前面那個是一個物件 所以後面就做什麼動作 就一個方法 OK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什麼 我們就是 輸入那個公式嘛 有沒有 所以第二個的話呢 輸入那個 輸入 有沒有 輸入公式吧 那一串 不過我們其實是沒有輸入 我們是直接 直接打勾而已 但是前面是有輸入過 所以你會發現底下這個就FORMILA 有沒有 然後用R1 R的話就列 C的話就是藍 意思就是用相對位置輸入公式 那未來我們如果自己寫VBA 我不會這樣寫 OK 就這一串 然後呢 第三個動作的話就向下填滿 有沒有 就空點快點兩下 然後他就向下填滿 所以就 第三個就是什麼 向下填滿 自己看得懂為原則 向下填滿 OK 好 那你會發現喔 單引號開頭的 如果你要執行程式的話 除了按那個按鈕之外 也可以從這邊執行程式 有沒有 這邊執行 執行就清除 這邊執行 有沒有 也可以 有沒有發現 游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他一樣可以清除 一樣可以去做輸入 但是如果說 交給一個方法 如果說你 假如希望程式一行一行 慢慢執行的話 你可以 在偵措裡面找到一個 叫做 足行的按鍵 有沒有 他會告訴你說 啊 你就按哪一個 F8 有沒有 所以喔 他其實 因為你如果直接按這個執行 他跑太快了 所以如果你要幫他慢慢跑的話 記得按F8 有沒有發現 這一行跑完 游標就放這裡 這一行跑完 有沒有發現 公式就輸入了 這一行跑完 就向下填滿 這一行跑完 就選起來 有沒有發現 所以每一行每一行都有動作 那至於清除的話 動作也是一樣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 一樣 第一行是什麼 游標放在 1.4嘛 然後這一行應該 下面一行是 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然後最後這一行是什麼呢 這個範圍之內的資料 按Delete 有沒有 每一個 每一個都有對應的程式 那當然剛開始 你可能看不太那麼懂 不過慢慢累積久了 你會發現 你越來越看得懂了 那以後的話 你可以拿這些程式 加到你VBA裡面 那你會變化出 非常多的動作 所以喔 每個動作都可以 把它變成程式化 好 那再配合回圈 就自動完成了 OK 好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就是主要開個頭啦 所以呢 請務必 回去的話 記得這個下面這個網址 那如果你今天 選的是入門 如果你的 也好 請問好